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上次在关灵老师面前说向上 还是参加一个比赛 今天就不一样了 今天显然我更自信一点 是吗 特别的高兴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您说 我叫刘昭 是他 叫亚群 是我 我们都是嘻哈包铺的相声演员 没错 亚群年轻 是 97年了 97年 今年79 63 对 是不是 不是 就您这个年龄 现在都算出惩罚来了 不是 太年轻了 97年多大呀 24岁 24岁 跟台姐的观众差不多 他们比你还年轻 稍微的大点 这小孩就不一样 我问问你 像你们的年轻人 觉得谁应该在你身边 最好的陪伴 怎么觉得 一上来就煽情啊 后边怎么办呢 不是煽情 就问你 陪在你身边的 陪伴你身边的是谁 那我说谁 我父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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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是 你父母可不是 各位不知道 他是河北 和保定人 对 然后那天 你爸你妈来北京看你 瞧我来了 你们仨人一块吃饭 没吃完 你爸就给你轰走了 那能是陪伴吗 而且给你轰走以后 他爸还偷偷亲了他妈一下 是 那当然 我跟你说见不着想 你见着就烦你 你等会儿吧 我干嘛 怎么了 干嘛 我们仨人 对 家庭聚餐 我爸给我轰走了 你愣瞧见了 我旁边那桌坐上来着 我们仨坐的包间 就反正就这样 就哪样 就这瞎编 你这 什么叫瞎编 这是创作 好 到他这儿就创作 这个节目都是我创作的 太好了 是不是你爸亲了你妈一下 是 对 就得这么说 你父母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陪伴 父母不能算 对 我那这 女朋友 哎呦 我的天 哎呦妈呀 我的天哪 女朋友 怎么来你这烫脚 我烫脚 你女朋友 你陪伴吗 废话 我女朋友 不用我陪伴吗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第一次就是说 你这年轻人 得多努力 多挣钱 哎 是啊 有时间就陪伴 没时间就陪 这话我都听不明白 什么叫没时间就陪 就是没时间呢 就陪 就是赔偿的陪 就给钱 对于女朋友来讲 给钱 就是最好的陪伴 这能成吗 这个 当然了 当然了 对不对 给的钱 太俗了 不俗 比如说女生 一块跟你逛街去 买奢侈品 行买包 买包 买包 买包就跟我得赔着点了 我帮她精心挑选一下 用你吗 用你吗 什么意思 想买什么包 早八百年就知道了 不能吧 早八百年 一二二一年 一二二一年 南宋嘉定十四年 就选好了 我举了个老邀请 我这是 您这不抬钢吗 废话 咱就说这意思 就是说这女朋友 这也不是最好的陪伴 女朋友也不成了 也不是 那就是孩子了 孩子 哎呦 你孩子 你孩子 你千万别陪伴 我 刚才也说了 孩子得教育 你教育它什么呀 你捧个演员 我 嗯 就是 去你的吧 你说你拿什么陪伴孩子 你不要针对我这个职业 好不好 本来就是 那孩子不用你陪伴 孩子都不算 对 亲戚 亲戚 你用亲戚陪伴啊 我跟我三姑老爷关系挺好的 谁谁谁 这我三姑他老爷 我跟你说 这亲戚就抓紧时间联系 马上就出五福 人不会说话 您这什么亲戚 多见 为什么呀 他给你带起来的呀 我打小跟他一块长大的 那说明你爸你妈 确实不带进你 不然不能给你 扔那么远房的亲戚那 知道吧 亲戚也不能算 当然不能算了 那就剩街坊了 街坊更不必 远亲不如近邻 您甭找辙了 我跟你说 陪伴你最多的 谁 是缺点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用你的话说 我又开始创作了 就是你的缺点 缺点 对 那我还有那么多优点呢 优点是陪伴我的 他怎么能输啊 缺点是陪伴你 你说说 你说说我有什么缺点 好吃懒做 承认吗 那我能承认吗 这么多人呢 特别好吃 真的 火锅 烧烤 还特别盛 还点重庆的火锅 锦州的烧烤 那不是好吃吗 好吃 别人家没那家香啊 好吃 再说了 我喜欢吃咱们了 那也不能叫懒做呀 你做过吗 我 每一次都是叫外卖 你自己做过吗 哦 就是喜欢吃 不自个做 就叫好吃懒做 对 好吃懒得做 哦 懂吧 我还以为您说 我这个品质好吃懒做 你品质有问题 我品质 重甩轻油 重甩轻油 你这鞋头有问题 重甩 我怎么就重甩轻油了 怎么 重甩轻油 各位 2月14号 我找他排练 他告诉他 得陪他女朋友 我信心 情人节有排练的吗 我怎么就2月14号排练啊 废话 你单身 行 行 2月14号陪你女朋友 那7月7号 我请你吃饭 你怎么还陪女朋友啊 你陪什么女朋友吃饭你 农历的7月初夕 七夕中国的情人节 哦 哦 那我怎么就自己吃啊 对呀 半年了 还单着呢呗 成成 哎 农历的哈 农历的 农历 12月23 啊 堂官沾 祭造 排练你也不去 废话 你跟着陪女朋友 你跟你女朋友一块纪念赵王爷 啊 那天我女朋友生日 我能不陪她吃饭吗 你女朋友跟赵王爷一天生日 你管着吗你 都新鲜了 对不对 就是说重色情有 行行行 我改成吗 啊 我错了 我改 改成 改天4月5号 我请您吃饭 我不去 我还扫墓去呢 你也知道啊 本来就是 就说你特别多的缺点 我不能承认啊 怎么了 就说您说这两样 我都不能承认 这么跟您说吧 你拿我说 早上6点起床练早工 上午看书 下午创作 晚上到剧场演出 这叫精进业务 你说6点钟起床练早工 这事您能成吗 我 你咱这今儿跟我说清楚了 6点钟起床练早工 这算什么缺点 说 你说 这叫夜精于琴 你这不叫夜精于琴 那我这是 笨鸟先飞 去你的吧 笨鸟 好 好 感谢两位 谢谢 谢谢 好 感谢刘钊亚群 两位合作了一段 刚刚你们说的过程当中 过来就跟我揭发你们 这 这里有我 我家的台词 没错 这个刘钊有借鉴致敬 有一集叫好缺点之弦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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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这个我很多作品里都有 比如说从前从前里 贯穿始终的就是那个张阿姨 骑的姨 还活 还健在 就是那个包袱结构 其实就是有很多的幽默的 他比如三番四斗 比如什么 他其实是相通的 但我觉得刘钊 作为一个青年相声演员 能够把一些 就是很好的作品里面的 精髓把他提炼出来 然后能够用在自己的作品里 我觉得很不容易 谢谢 这个这个小活动还是不错的嘛 而且里边刚才他还有一句说 什么什么你总有吧 就这个镜头也是模仿我妈妈和平 是不是 对对对对 模仿那镜头你总有吧 这都是北京人嘛 那个语感特别好 但我指的是女了女气那劲 我觉得还是欢迎来到齐勒 哈哈哈哈